拿下總冠軍和瘋獎的這個層組 由六件形態各異的盆景組成 作者陳志華說明製作的過程 平均一株都需要30年以上的時間 去細細雕琢塑塑型 這個作品都是要從小慢慢的用語線 慢慢的去雕塑 然後慢慢的去創作這樣子 然後再經由這樣的一個組合式的一個部分 去搭配出一個漂亮 而且協調的一個組合 然後這個時間都一顆 平均都需要花大概30年左右的時間 來做培育這樣子 然後每一顆的形式跟品種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組合性 還有每一顆的樹的巔峰性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漢豐獎的話 就是每一顆樹的細節度跟細膩度 那細節度的話 本身在看這個樹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織的細 創作的一個纖細度 還有織幹每一顆的曲線跟表現 都是有所特色的 其中這個黃金縮明格 樹齡就已經超過35年 最上方的細魚川真伯 更已經45歲 都比作者陳志華還要老 這一顆叫稱作為編樹 是黃金縮明格 它以盆栽來講裡面的品種 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然後創作難度非常的高 因為它是藤蔓類的樹 那它要創作為盆栽 它的時間就要花的 比一般的樹 時間要快花的更長 那本身這個樹種它有一個特色 它的業性是呈現金黃色的 所以它在盆栽裡面的表現 是相當相當加分的 然後要培育成這樣子 它有層次感 那個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裡是2024台北漢峰盆景站 超過70件形態各異的珍稀盆景 在士林關底公園 駐景市前廣場展出 希望帶領大家一起感受 盆景藝術的世界 體會大自然的氣息也能療癒身心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盆景藝術 在國際上算是很有名 那從一個縮影的小的山水 或者小的自然的這種樹木的景觀 我們希望透過它 讓來參觀的民眾 有療癒的效果 所以我們這一次 是跟台北的盆景協會來做合作 那展覽了70盆的盆栽 我想每一盆都有它的這個樹林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個等於是一個千歲的展覽 就是它盆栽的培育 是需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栽培的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 從10月9號到10月13號 5天的時間 讓我們台北市民一起來共享 這樣的一個藝術饗宴 不管是珍伯 羅漢松 福建茶 新印度櫻桃 幾榮樹等 栽種在器皿中 加上30點綴 在最小的空間內呈現結構之美 讓本身也喜愛盆景的台北市公務局長 黃一平直呼非常驚艷 有一些獎項 譬如說金牌獎 那漢豐獎是首獎 它是排列成有春夏秋冬不同的這個樹種 那樹種裡面它又分屬於開花性的樹種 或者是屬於純粹觀賞型的僑木 那主要是塑形的條件都讓我們覺得很敬業 在觀賞方面的話有沒有什麼樣的訣竅 可以入門到 我想每一個人對盆栽的感覺都不一樣 有人喜歡那種單幹枝的 那也有人喜歡多枝的 或者是說懸崖垂枝的 都有不同的型態 所以這個也要看民眾 他原先對於盆栽的了解 或者是他透過這次的導覽 來慢慢培養興趣 其中這把盆栽優秀的金牌獎作品 將在年底攪足全國盆栽獎最大獎華峰獎 邀請國人利用雙十國慶假期 到士林館底欣賞巧奪天宮的盆栽造景 親身感受小小盆栽所蘊含的大千世界 記者張祺騰 台北報導